肩上扛著數十公斤重的沙袋 一個重心不穩 向前跌了一跤 大太陽下奮力衝向終點 他們都是要來爭取 當林鐵員工 阿里山林鐵文資處 釋出直缺 期薪最高超過三萬六千多元 年終一個半月 表現好還有額外獎金 吸引一百七十六人報考 要搶十八個名額 硬式者中 有不少是足科難科的人 特別返鄉來應徵 因為熟悉這地方 很喜歡嘉義 然後來嘉義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工作 體能測驗不簡單 裡面有以公務組人員最為吃重 五十公尺測試 必須用扁蛋挑七十公斤沙袋 四十五秒內要完成 另外還有鐵輪體重 八十六公斤重 五十秒內要完賽才算合格 運物和積物組 則分別要負重二十公斤和十五公斤 在十一分鐘內跑走一千兩百公尺 因為平常我在打球 所以這體能方面都是還滿OK的 森林鐵路人員招募 並非每一年都有 宜蘭的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一月也有對外招考 主要工作是要負責 太平山莊的水電工程保養 還有維修行駛碰碰車 開出三萬六千五百元的起薪 因為工作所需 也必須會騎檔車 儘管條件嚴苛 但森多粥少 冥輝釋出直缺 總是吸引許多人報考 既新闻李崔 阿光亞麥采訪報導 阿光亞麥采訪報導 阿光湯采訪報導